昨天晚餐 谁来跟你一起吃晚餐呢 有些什么人跟我一起吃饭 对啊 还记得吗 我是大女儿 大女儿 老二 91岁陈老先生 在去年2月被确诊 罹患轻度阿斯海魔症 因为及早就医 他的认知功能 至今仍然维持得非常好 刚开始其实 因为我们此次 一起吃完饭 一起看新闻 就发现他常常 好像接错了 他就看到这个画面 或者他听到的东西 我们就会觉得说 好像你误解这个意思 一察觉亲人认知行为 出现异状 立即就带来就医的个案 在台湾其实并不多见 我们做施症 已经做蛮多年 在过去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会到施症门诊来的病人 都是相对比较严重的 他的行为精神症状都比较严重 才会被带过来 果然在施症上 延误就义的原因 医师观察指出 可能与传统对于孝顺的认知 有所关联 比如说我的病人 我常问他说 你现在在家里做什么事 通常很多老人家 都是没有做事 包括买菜 煮东西 这些都是交给年轻人做了 但是在国外他们很少跟小孩住一起 所以他们甚至于要把脏衣服 拿到洗衣店去洗 这些上超级市场买东西 这些都是开车 都是要自己来 相对来讲 我们的老人家 他如果认知功能的下降 反而比较不容易被察觉到 那天来考试的时候 那个医生问他说 现在是 现在有在战争知道吗 他说我知道啊 他说是哪一个国家 俄罗斯跟乌克兰 我说无 还不错 陈老先生在发病初期就接受治疗 也透过医院各管师的介绍 参加相关的复健课程 虽然罹患不可逆转的阿斯海魔症 不过退化的速度并不快 我们大致上会把失智症的病因 把它分成两大类 一大类是退化性的 那退化性这一部分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一个很好的治疗方式 把它治疗好 那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阿斯海魔症 大概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嘛 那另外就是耳镊叶失智 入浴室体的失智这些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可能有机会治得好的 假装线功能的问题 一些脑的感染 或是脑的外伤 像这个硬脑墨下出血 像水脑症 那这些是有机会治得好的 无法治愈的阿斯海魔症 主要因为脑神经末梢围贯 附着的分子形成缠结 导致神经细胞产生异常的斑块 随着缠结与斑块的增加 渐渐阻断脑神经沟通 与传递讯息的功能 让大脑的记忆与认知功能 逐渐萎缩 去年美国食品药业检验局 就是FDA 它核可了一个新的药 它用低电纹蛋白的疫苗 可以想办法把不正常的蛋白质 从脑里面移除 那可能有机会 不敢说治愈 把这个阿斯海魔症治好 但是可能有机会 让这类的病人不再恶化下去 情药问世让人振奋 但它价格不菲 医师特别强调 非药物治疗 也能够有效延换 认知功能的退化 国际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临床研究 叫做Finger 就是手指头这个 它是在一个 在芬兰做的研究 他们就提到 五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一个就是认知功能的训练 第二个是身体的活动 第三个就是 心血管疾病的防治 那再来要有好的饮食 那当然他们也提出来 所谓的地中海性饮食 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有 台湾版的地中海性饮食 那第五个很重要的 就是要有社交活动 随着全球人口高龄化趋势 失智症未来将无可避免地 成为全球性的流行病 未来击败它的方法 除了诉诸医药治疗 如何回归到生活 以更人性的角度去面对 将是接下来全体社会 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